However 男人呢 虽然是那个美的标准会不同 男人有一个真理永远不会改变了 One thing就是有一件事情 Always 永远会remain 会保持真实的状态 他的意思就是说 有一件事情永远会 永远会变成真理 remain这个字是连缀动词 保持 它是连缀动词 后面加形容词 True 有一件事情永远都会是真的 就是People 来这件事情就是 人不管在哪一个时代 不管你是生在唐朝 生在欧洲 生在现在 不管你人在哪里 我们每个人都会想要 Want to 后面加原型动词 Be Want to be good looking 每个人都会想追求 你那个生活的时代里头的 Good looking 长得好看的标准 我们都会希望自己长得好看 也希望自己能够attractive 希望自己能够吸引人 所以我们就会想尽办法 去符合我们出生那个年代 他们要求的标准 所以这句话永远都是真的 in the past 在过去 让我们回到过去 在过去呢 People dye their teeth black 在过去日本人会染色 染他们的牙齿变成black 这是其中一个做法 对不对 让自己变漂亮 第二个呢 Add a lot to become fat 唐朝的人会吃很多 in order to become fat 为了要变胖 Or或者是欧洲人 Will cover up their body 欧洲人会想办法掩盖住自己的身体 in order to in order to remain 为了要保持 pill 为了保持苍白 这个remain是连续动词 后面加形容词 苍白的 各位可以看到这三个动词 第一个动词 老师写动词1 Died 然后动词2 Eat 吃 第三个动词3 covered up 这个人呢 这些人 在过去这些人 过去这些人做了这三个动作 都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漂亮啊 变得吸引人啊 所以呢 各位可以帮自己写上去哦 动词1 Add 动词2 covered up 动词3 在过去这些人会做这个努力 做这些努力 做这些动作 让让自己变漂亮 那现在的人呢 Nowaday 来我们回到现在 刚刚in the past in the past是在过去 Nowaday是现在 现在的人呢 People use more extreme way to follow the trend toward physical profession 现在的人也不枉多让哦 现在的人会用 使用 叫做use 现在的人呢 会更使用more 更加extreme 这个extreme是极端的 这个way是方法 现在的人呢 现在的人呢 会使用更极端的方法 好 现在人会使用更极端的方法 in order to 为了要去追寻潮流 追寻潮流叫 follow the trend 他们要追寻潮流 朝着什么样的潮流去呢 toward 对于呢 对于追求physical profession 对于叫toward 它是接系词 toward physical profession 对于身体的完美 我们翻译成完美体态 对于完美体态的追求 他们会用more extreme way 用更极端的方法 好 例如说 in many countries 在许多国家啊 他们会选择 it is fashionable 有一件事情 非常的时尚哦 什么样的事情 很时尚 like fashionable 叫做时尚的 流行的 时尚的 但我不觉得时尚 我觉得很可怕 在很多国家里头呢 有些人认为 这样的事情 是很时尚的 是很流行的 其实他现在在讲 就是韩国哦 好 那这个韩国的流行 也流行到各国去了 好像在中国台湾也都有这种医美了 很可怕 他说呢 在许多国家里头 这件事情是非常流行的哦 对于很多人来说 什么样的事情呢 to have dangerous surgery done in order to change their appearance 他说呢 为了 为了使得 他们会呢 去使得一些危险的手术被进行 为什么要让这些手术被进行呢 因为in order to 为了要去改变自己的外貌 这件事情现在是fashionable is popular 是很流行的 对有些人来说 来这个橘色的呢 文法来看一下 这个it是虚主词 从这个to 一直到最后 是真正的主词 老师都有帮你标注了哦 虚主词 然后后面的to 一直到最后是真正主词 第二个文法 来看这个粗一点的咖啡色 这里有一个have 然后这里有一个done pp翻译成 使得什么样的东西 被怎么样 来文法在那边 使忆动词后面加寿词 加上pp 中文会翻成 使得这个东西被怎么样 好 要用使忆动词 因为这个寿词要被动的 手术叫surgery 我们的手术是我们的寿词 所以很多人呢 会使得这些危险的手术 在自己的身上被做